小飛蛇Coby Bryan旋風訪台第二站 参与公益活動前進校園 看到偶像Coby踏進球場的那一刻 小球員興奮的和黑曼八擊掌 甚至把他團團包圍住 这群来自南投埔里南光国小的同学们 尽管热爱篮球 但因为缺乏经费 连比赛的球衣都必须跟学校的累球对界 主办单位听到这样的故事 也深深被这群孩子们给感动 特别利用Coby訪台的机会 亲自到场捐赠新球衣 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穿上 属于自己的球衣上场打球 很兴奋 然后见到NBA球员觉得很酷 超开心的 很兴奋啊 你看到球星啊 Coby带领小球员们 进行简单的投篮训练 除了基本的单手运球 原地踏步之外 更强调左右手运球 防守以及投篮 三项篮球训练当中 一定要好好加强的重要技术 NBA球星担任教练指导这批小球员 除了要传授球技之外 更教导他们如何克服练习时的辛苦 小球员们穿上新球衣后 Coby带领他们现场模拟夺得冠军的氛围 鼓励他们继续精进球技 日后都能成为篮球场上的MVP 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